当中国国内还沉溺在国产航母的喜悦中时候,大洋比亚传了一个不好消息,那就是美国的最新型福特级航母已经下水。 福特级航母被誉为世界最强航母,比中国国产航母先进了二代,那么美国福特级航母到底有多先进?福特级作为美军最新锐的航空母舰,不得不承认的是,它确实是目前最强大的航空母舰。 相较于其他航母,包括美国现役的米米兹级航母,它的主要优势体现在,第一,能源动力系统更加强大,第二,舰载机运作,效率更高,第三,俗配的人员更少。 如果画一张综合实力对比图,福特级航母的第一艘,福特级航母,与中国的两名舰相比,基本上可以说是强了一圈。 虽然从公布的数据来看,中国航母各项技术能力没有明显的缺陷,基本上是排在第二梯队,个人认为第一梯队只有美国的福特级。 但是美国依然对中国保持着代差的优势,首先来看它的动力方面,福特级航母配备了两台AEB核反应堆,可以连续使用50年,基本上服役了以后就不用再换了。 这是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差距最大的地方,因为这不仅仅是意味着核反应堆的设计建造能力,关键是还涉及到强大的能源动力以及运作系统。 实质称新概念武器电磁炮和直接能量的激光炮的根基,而其他方面的延伸技术,美国的电磁炮技术及激光技术都走在世界的前列。 中国的激光技术虽然能与美国平起平左,但是电磁炮技术确实不比较晚。 所以就整个体系以及前沿技术来看,我个人认为,这个应该是美国航母最领先的地方。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福特级航母强大的舰载机运作效率,现在已经确认福特级配备的是电磁弹射系统。 虽然中国等其他国家都在听命研制,但不得不说美国还是先制造了出来,电磁场射系统能够很好地适应个新飞机的弹射。 效率更高,耗能更少,是未来航母的必然趋势。 另外一个方面便是它的所需成员更少,有人可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优势,但是更少的成员意味着福特级航母所要依赖的所要训练的人也更少。 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,福特级航母需要的成员需要1150人,飞行大队600人,中国的辽宁舰需要的船员要1960人,飞行大队626人。 虽然辽宁舰是以训练船员为目的,但是这方面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。 但是我想说一下的是,相较于法国英国等中国,印度这种就不用比了,国产航母十多年还没做完,中国的航母发展速度是最快的,而且也是最稳健的。 前段时间巴西宣布也将退出航母去乐部,那是因为要发展航母各种前沿技术的要求都越来越高,中国的航母能够快速发展,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,也是科技的举起。 现在战争必然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,相较于美国在这方面的实力,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